豆类是一种糖尿病超级食品,这意味着它们是糖尿病患者的最佳选择,并提供许多健康和营养益处。 美国糖尿病协会AIDA设立有益的糖尿病食物或糖尿病保健品清单,是含有丰富的维生素、矿物质、抗氧化剂和纤维,并可能有助于预防疾病,豆类位于此列表的顶部。 今天介绍豆类的益处,它们的营养以及最佳的豆类饮食方法。 价廉营养高,豆类是唯一能与肉相媲美的高蛋白食品,但比肉脂肪低,成为中国人物美价廉的优质蛋白质以及钙汗微量元素新的最佳来源。 豆类中的不饱和脂肪酸居多,是防止关心病、高血压、动脉周样硬化等疾病的理想食品。 吃得不够,国家为纪委指导颁布的2016版中国居民膳食指南指出,居民膳食结构仍存在不合理现象,豆类、奶类消费量依然偏低,脂肪摄入量过多。 推荐每天使用全穀物和杂豆类50-150G,属类50-100G,有助于维持餐后血糖,改善血脂异常,降低二型糖尿病,心血管疾病等风险。 对控糖益处多。 1. 升糖指数低,虽然豆类含有碳水化合物,但它们的血糖指数GI水平较低,并且不会导致人体血糖水平显著上升。 豆类是一种复杂的碳水化合物,身体比其他碳水化合物更慢地消化这种形式,有助于保持血糖水平更长时间稳定。 2. 纤维素高。 豆类是高纤维食物,纤维减慢了消化过程,这有助于保持血糖水平更长时间稳定。 纤维为心脏健康提供额外的好处,膳食纤维改善血液胆固醇水平,降低风险心脏疾病,中风和肥胖,这是糖尿病的所有潜在的并发症。 1. 黄豆纹血糖。 黄豆富含膳食纤维,且生糖指数低,能延缓身体对糖的吸收,有助于降低血糖,是糖尿病患者的理想食品。糖尿病患者每日服用煮熟的黄豆或豆浆,有助于控制血糖。 2. 对并发症益处,保护血管,黄豆及其制品对心血管有特殊的作用,可有效降低血清胆固醇,帮助缓解动脉血管必已遭受的损害。 最佳吃法,豆浆,煮黄豆。 2. 绿豆延缓餐后血糖。 绿豆淀粉中含有相当数量的低聚糖物聚糖,半乳聚糖等,但这些低聚糖因人体未尝到没有相应的水解煤系统而很难被消化吸收,所以绿豆提供的热量值比其他穀物稍低,适宜肥胖者和糖尿病患者食用。 3. 对并发症益处,降血脂,绿豆能降血脂,降胆固醇,防止动脉周样硬化,抗过敏,增强食欲,消暑解毒等。 最佳吃法,绿豆汤,绿豆浆。 3. 黑豆补个调血糖。 黑豆的营养价值很高,除了拥有大豆所含的大部分营养素外,还含有较多糖尿病患者身体液缺少的个,个可调整人体的血糖代谢。 所以糖尿病患者适当食用对血糖控制有好处。 4. 对并发症益处,不慎软化血管,黑豆中含有能降低胆固醇的大豆球蛋白,亚油酸,卵磷脂以及降低中性脂肪的亚麻酸等,能软化血管,扩张血管,促进血液流通。 改善高血压,高血脂。 最佳吃法,醋泡黑豆,黑豆浆。 醋泡黑豆做法,黑豆炒熟,放进瓶子里,倒成错,密封3-5日即可食用,每日4-8例。 常见豆制品,不爱吃豆,可以吃以下豆制品。 豆腐,冻豆腐,油豆腐,豆腐脑,豆浆,豆汁,豆腐丝,豆腐片,豆腐干,豆腐卷,熏干,辣干,香干,素鸡,腐竹,大豆蛋白粉,黄豆面,绿豆面,绿豆沙,黄豆芽,绿豆芽等。